好,各位下午好 欢迎大家注册并参与我们Sharewater台湾所举办的财务计划与分析线上分享会 那今天我们将跟您分享Workday Adaptive Planning 一个云平台的财务规划预算方案 好,那今天的分享由我们Sharewater亚洲资深授钱顾问 薛宽经理还有我Dennis陈帮你们介绍 那为了让各位更理解这个Sharewater集团的背景 还有Workday的伙伴关系 我这边先做一个公司的短介绍 然后进行到Workday的方案说明还有demo 那因为之前我们发 我们之后会发布这个影像到官网 所以我们将录下第一跟第二部分 大概40分钟 那中间如果您有问题要提问的话 请先在聊天区这个提醒我们 那我们在最后一个QA的环节再统一的回答 好,那Sharewater是这个我们在亚洲的话 算是很领先的一个云方案的实施商 那从2008年以来在Next Week是首批的合作伙伴之一 那Workday的部分我们主要专注在Adaptive Planning的模块 而不是它原来的人资的部分 那我们目前也是Workday晋级的伙伴 那虽然说这个Workday的部分是比较近期才正式成为合作伙伴 但是在Next Week的部分我们连续在19年 20年21年都获得最高的这个五星的评比 那其实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也希望借这个在Next Week这边的成功呢 让各位了解Sharewater的专业都受到肯定的 那Sharewater Taiwan Sharewater Asia 我们的总公司是新加坡的Point Star Consulting 那我们是他们的子公司 北亚总部我们设在日本东京Sharewater Asia 另外我们其实在整个东南亚就新加坡 甚至中国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台湾 东南亚包含马来西亚印尼 越南泰国菲律宾还有印度我们都有办公室 那中港台的部分目前台商所涵盖的范围呢 从我这边就是台湾作为一个窗口 那我们提供除了这个Oracle Next Week的云端 ERP CRM和e-commerce的导入建制服务 甚至到现在说Work Data Adaptive Planning解决方案 那目前在华语区我们建制超过200间的企业客户 产业包含了就蛮多的 包含了比方说科技金融传产制造 批发O2O电商零售 那一般的服务 还有一般的服务业 比方说像餐饮集团等等 那亚太区 薛华的亚太区其实超过200多名的员工 那华语顾问部分在北亚大概有80多位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具备多国语言本地服务的那个顾问团队 还有售后的团队负责客户成功 薛华的对客户的优势是说 如果你这边有出海的需求 就是说假设你以台湾香港为中心 你有出海到东南亚尤其在亚洲的话 我们的涵盖的质量还有本地的知识是相对的高的 所以因此在很多从这个要往亚洲扩展的台湾公司 甚至大型企业的这些子孙公司 要在海外设厂的话 都会是我们主要的客户群 好那我的介绍就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让这个薛经理进行到第二个环节 就是Workday Adaptive Planning的方案介绍跟演示 好的谢谢Denis 欢迎大家 我是一宽 我是负责Sharewater内部 这个EPM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的财务计划跟这个分析解决方案的负责人 然后我们跟Workday的这个partnership 大概是从八年前就有开始 然后我们在过去的八年也做了很多成功的案例 就是财务规划和分析相关满足公司这方面需求的 有很多成功的客户案例 到后来可以给分享到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主要是给大家介绍这款云端的产品 可以来着重的帮助大家来更好的完成财务规划跟分析相关的工作 那为什么我们说财务规划和分析 现如今变得它可以很大程度提高 我们这个预算的敏捷性可以降低我们整个公司的成本 然后呢第二个的话 它可以保证我们的公司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运行 因为预算预测以及分析 其实是一个非常前端一个指 有非常一个前端指引性的一个工作 它可以帮我们的公司更好地了解 我们的未来的战略规划等等 然后呢第三点就是说 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发现我们任何这个公司业务 会做到一个叫预时分析差异对比 就是这些是在我们在预算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工作 然后当然的话通过预算这些行动的话 可以帮助我们公司来更好的预测规划 未来公司的这个现金流 那当然我们在做预算 做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分析的时候 我们在很多地方需要跑很多的场景 我们需要跑一些情景 然后我们可以在很多情景之间进行比较 然后呢这样我们的财务人员 可以更好地跟公司的管理程序建议 怎样的情景更适合我们公司将来的发展 下一页 然后我们为什么今天想给大家介绍这款产品 因为在现实跟期望是有很大的差距 因为在现实中通过我们过去以往跟客户打击 我们发现很多的公司 我们发现很多的公司 它可能有非常好的 这种非常强大的ERP 那但是呢 它在做预算相关的工作 它还是非常严重的依赖我们的这个Excel Excel表格 OK 所以说每当我们有预算的需求 预设的需求 或者管理报告 甚至一些更高级的分析相关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的财务人员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进行一个非常初级的 非常重复繁琐的数据整理的工作 那这样大家可以想象他们 我们财务人员的时间 并没有被重复 好的利用到 因为他们就有很多的deadline要去完成 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来做一个非常 希望把我们的财务人员 从一个简单的整理数据的一个人 变成一个更能给公司提供一些战略咨询的 这样的一个人 下一眼 OK 然后我们看到Excel 因为很多公司还在用Excel做预算 那Excel的话 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它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 Excel的话 它其实是有很多的缺点了 因为如果大家是亲身有从事过这个预算 编程 监制管理报表 包括我们一些分析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繁琐不灵活的系统 然后呢 因为有很多人工的动作需要做 所以说 它其实是非常把我们的数据暴露在了风险下面 就是数据很容易有一些偏差于错误 比如说我填的数据 那我怎样保证我其他的同事没有去动我的数据 或者说别人填了个数据我怎么保证我知道他动了我的数据等等 这些在Excel里都是非常很难去追踪去跟踪的 然后呢 而且整个因为在做Excel 因为它不是一个联动的流程 它是一个非常静态化 非常分散的过程 所以说整个预算的这个分析 整个工作它花费的时间是非常长 而且因为现如今我们在做预算 其实不光光是财务人员的一个任务 我们需要很多的每个部门 它可能它部门对到我整个集团的预算编程来 那因为每个部门它可能有自己的这个Excel的模板 那最后我们财务可能要花大量的时间 去把这些模板都整合在一起 然后汇总来做一些这个检查 最后才能汇报管理层 所以说这样就导致我们的数据 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准确性 没有这个单一的数据来源 所以说到后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下一点 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Excel 我们会看到Excel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根据我们ACCA的一组数据了 就是我们财务人员 其实他们把75%的时间都花在了 这个重新去录入数据 然后手动去汇总调整这些数据 在这个上面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跟精力 所以说前面提到 我们是希望介绍给大家一款解决方案 来改变这个状况 下一页 OK 我们看到Excel了 我们在用Excel做这个预算编制 整个预算这个流程的时候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景 就是我有很多版本 然后我是通过Excel表格来管理 然后同时我们的数据 我刚刚又讲到 它不是实时的 它不是最新的 它有一个滞后性 然后任何一个人 如果他只要有这个工作表 他就可以进来去更改数据 然后就导致Excel就会造成很多 在最后数据汇总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错误 我们财务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纠错 包括管理这种各种的不同的版本 下一页 然后我们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是 比如说我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我们一个部门的预算负责人 他把他的预算交给我财务了 当我打开他的工作表的时候 我就会看到 就Excel的很多数据就丢掉了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错误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人为造成 因为可能他打开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 但是他通过电邮的形式发给我 我打开这个表格 然后我就会看到这些错误 那再次我就要需要花很多时间 来去改正这些错误 下一页 所以说我们介绍 这款几个方案 就是来帮助到大家 我们来帮助大家 刚刚前面提到那些问题 我们期望它以后 再不会再发生 我们财务人员可以把我们的时间 分系列的工作 像之前提到的任务上面 然后呢 在我们的这个行业 我们其实是管这样的这个解决方案 叫做企业绩效管理 英文的全名叫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就是EPM解决方案 那么在一个完整的EPM解决方案里面 大概大家会有什么的应用场景呢 那首先就是我们会用一个EPM解决方案 在最上头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用EPM解决方案 来做我们整个公司的年度预算 然后呢 年度预算 它肯定会有很多的版本 对吧 我们要不停的去 去那个去调整 到最终我们年度预算版本定稿 然后呢 我们可能定期要回来 去重新审阅这些年度预算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季度的一个审阅 或者如果公司 有更完整的流程 我们可以做阅度 甚至每周都可以回来看我们的预算 然后呢 包括我们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我公司收入 营收方面的预测等等 那就它最基础的功能 就是说帮助我们公司来 完成整个预算的 这个管理编制的这个流程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用这个EPM解决方案 来帮大家做这个一些建模 那我们建模最主要的是 可能要帮公司 做一个这个盈利方向的一个指引 那未来可能 我在怎样的模型的情况下 我们公司的盈利可能是最好的 等等等等 然后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一个 有很多子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集团吧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常见 就是我们的财务合并 我们的子公司之间的一些 交易的抵消也好 包括一些不同的股份所有权也好 包括有一些少数股东权也好 包括有一些 重新的归类调整 账目的调整也好 这些都是在财务合并下面 那第四点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通过EPM解决方案 来帮公司提供一个战略的规划 以及指引 OK 因为我们这款方案 其实是以财务为中心 但是它可以拓展到 其他非财务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相关的运营的数据也好 我们的销售数据也好 我们都可以把它拉到 这个企业绩效管理的解决方案中 然后通过一些 通过KPI展示 或者通过这个一些 相关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这个 结果很好的呈现给我们的管理层 所以这个 也就是说战略规划方面的一些应用 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报告 那我们的ERP 就是我们的ERP肯定是可以满足大家基础的 这个财务报告 我们的三大报表 对吧 我们的PL BS跟CF 但是呢 如果大家有一些管理报表口径的需求 或者是有一些 非常如果大家想要做非常灵活的高度 可以高度自定义的分析类的报表 那我们的EPM是可以 我们的EPM解决方案是可以很好地补充到大家的 这个ERP的行为 那这两个系统 我在后面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它是可以非常无缝链接的在一起工作的 下一页 OK 我们在Work Day Adaptive Planning里面 就是有四大功能吧 那第一个我刚才讲的建模 不管我们公司的营收模型也好 我们的费用模型也好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给它搭建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最终会帮我们的财务生成一个P&L 然后呢 我们这块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各种公司的业务场景 然后呢 第二点就是我的这个KPI 我公司表现的一个监测 比如说我的财务指标 我的运营的一些指标 通过我们的Building的一个仪表盘 我们是自带嵌入的一个仪表盘 然后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趋势分析等等 这样的话就是能帮公司的表现提供一个指引 那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可以跟市场上现有的一些ERP 任何的ERP系统进行一个无缝的链接 我们可以把每个月的财务的实际的数据定期完全自动化的拉进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实际数据以及我们的预算数据放在一块 做一些这个差异分析呀 版本比较呀 包括一些深入的研究等等 我们可以想了解数字后面的这个信息等等 我们都是可以从这边去向下去赚取 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报告功能 刚刚有提到我们的法务报告 我们的财务报告 我们的管理报告 我们任何的这个高度自定义化的一些分析的报告 都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非常容易的这个做出来 下一页 那大家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用一款EPM解决方案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以财务为牵头人 我们出发点 左上角大家看到我们的核心还是财务 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实际是可以从财务拓展到整个集团公司 那因为在一些比较大型的公司 我们会经常看到我们财务中有 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了 我们在财务下面的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OPEX 我们最大的一块最大的一块的OPEX 可能就是我们员工的薪水对吧 我们员工的薪水 我们的员工薪水其实呢 就是它是由其实是由我们的这个人力资源部门来负责 我们每年在做年度预算的时候 我们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同事负责填入我们这个人力相关的计划 以及人力相关的成本 然后呢他会连接回我们的财务 然后连接到我们的这个标准的这个GL科目下面 有一个叫薪水的这样一个科目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是一个非常实时联动的系统 就是说我在做整个公司的预算编制 不仅仅是财务的任务 我需要跟公司的很多其他部门去协同合作 那当我其他部门的同事填入了任何的数据 我作为公司的财务人员 我就可以看到实时的他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作 对我财务从营收的角度也好 从这个支出的角度也好 对我整个公司财务表现的一个影响 对吧 然后呢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大家必须要把所有的部门都要拉进来来做这个预算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方案实施的时候 我们可以完全根据我们每位客户自己的需求 如果说我们这个人力费用相关的预算是非常必须的 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一个模块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加进来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链接到我们的这个财务 这个JL的这个科目下面的这个薪水这块 那类似的如果说我们的销售很重要 我们就可以把销售给我们的这个营收 财务里面的revenue下面的这个营收下面科目的这个 营收这个科目给它链接起来 甚至单独的我们做的一些中小微企业 我们就是单单纯纯的只做财务规划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这款软件的它的强大就是说 它的可拓展性非常强 我们完全可以从最基础的财务预算开始 然后呢随着我们公司的整个业务流程越来越成熟 我们的预算编制的流程越来越成熟 我们在后期在任何时候 比如说一年以后三年以后 我们都可以把其他相关关系随时可能加进来 然后呢也不会影响到我现有的这个整个的流程 这就是它非常强大的一点 那总而言之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在公司层面可以进行一个全局公司业务规划 以财务牵头为主导的公司全局业务规划方面的一个解决方案 下一页 OK 刚刚我有提到 因为我们在使用ERP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要 大家肯定会问 那我的这个方案 怎么能跟我们的ERP 能可以一起工作呢 那我们这里举到的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我们就是以Oracle NetSuite为一个例子来讲解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做预算上 我们肯定会运用到历史数据 那我们的历史数据都是存在我们的ERP系统里面的 对吧 那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可以把这个告诉这个系统 让它在定期定时 然后呢我需要什么数据 然后呢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设置 这样我就能保证 我的这个右边的我们的这个EPM系统 Work Day Adaptive的这个EPM系统 可以很好地跟你的ERP系统去交谈 我们把需要的数据可以给它定期定时的给它拉进来 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GL的 就是我们的标准会计下面科目下面那些GL的数据 对吧 然后呢 当然如果有一些其他的就是非财务相关数据 我们也可以拉进来 只要你有这个系统 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做一个对接 那今天给大家举例就是 我们是以这个Oracle这款 Oracle NetSuite这款ERP来做这个讲解 然后呢我们把历史数据推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边就可以用 刚刚前面讲到我们做业务相关的计划 预算预测各种模型的搭建 各种版本的管理场景 一些假设一些场景 然后到最后在数据 我们有所有的数据 我们的实际数据 我们的预算数据之后 我们在数据的输出端 我们就要做成报告 或者我们做成我们的Dashboard 然后做一些相关的分析 那从另一个方向来讲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需求 比如说我们预算编制好了 我们可能要返回给ERP系统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采购上面有一些控制 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了 就是说有些公司他要求 我们把预算在右边的Workday系统编制好 我们要推回我们的ERP 这个也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可以把预算推回到你的ERP 然后你那ERP可以利用这个预算编制的结果 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产品 我们的采购部门 可能要去保证我采购没有超过我这个 给他们分配的这个预算的额度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他这个数据的交流是一个双向的 下一页 OK 我们刚刚之前上一个片子 是以ERP来做一个例子的检查 但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跟市场上任何的信息系统进行继承 我们常见的出过ERP 我们还有CRM 比如说你要做销售预测 那你的销售数据应该是在CRM 我们可以跟CRM进行打通 那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 我们做一些人力资源成本相关的预算 那你的人力资源 那些薪水那些信息都是在你的这个HR的系统里面放着 对吧 我们也可以跟HR的系统去打通 那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第三方的数据库呀 我们的database呀 我们的datawarehouse呀 我们的datalake呀 这些我们都是可以跟他去直接打通的 然后的话 这个打通的系统 本地部署的系统也好 还是云端的系统也好 这个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去实施的 OK 然后的话 这里就是最后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片子 就是说 希望大家通过前面的讲解 就是可以更好地理解到 什么是企业绩效管理 EPM解决方案 那简而言之呢 他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公司在做整合 就是合并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计划 我们的预算 然后我们的报告分析 它是一个多种功能 集于一体的一个all in one的一个系统 然后呢 在这个数据的 从数据的角度 在数据的数端 我们就是做预算预测 OK 然后呢 我们在数据的输出端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告分析 还有我们的dashboard等等 下一页 OK 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基础的这个系统的展示 然后呢 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Denis 你需要允许我分享屏幕 喂 喂 Denis 好了 你再试一遍吧 好了 可以吧 好 我现在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大家稍等 OK OK 那今天的这个 sorry 那今天这个demo的话 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我们先从系统导航开始 然后呢 比较简单的看一下 收入表跟这个费用表 长什么样子 然后呢 那 在做预算编试 我们肯定最重要的就是填我们的收入 跟填我们的费用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数据填完之后呢 肯定会有我们的这个 生成的相关的这个报表 我们的PLBSC 然后呢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会给大家跑一个简单的情景分析 因为在我们做预算的时候 最常见的 就是最 最常见的一个需求 就是系统要能够 然后那最后 的话我会给 大家看一下 在系统中是怎样 比快速的生成 大家自己想要的这种报告 然后包括dashboard 那最后 如果有时间 我再给 跟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预算 我现在会切换到我们的这个页面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皮肤吧 OK 因为workdayadaptiveplanning 是一款纯云端的解决方案 所以说大家不需要在本地 安装任何的服务器 安装任何的电脑的应用程序 它就是一个基于纯源 大家只需要有网络 然后呢 如果大家选择这款 大家就会被给一个 这个用户名跟密码 那只要有这个就可以 然后有网络就可以使用 就这个解决方案 那首先我会登录这个系统 登录系统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个来到我们的landing page 然后landing page的话 它是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自定义的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把一些比较重要的announcement 放在这里 OK 或者我可以把公司的主页 放在这里 我们的home page放在这里 都是可以的 那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系统导航 那有两点我想请到 一个是左上角 大家看到一个workday的 一个logo系统中 在各种工作表也好 大家看到报告仪表盘 包括我的这个模型的管理等等 就是这个是大家 在这些菜单栏中 就是使用的一个地方 那第二点就是说 右上角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人像 那我就可以看到 那我就可以看到 目前是 因为我是一个管理员 我是这个director FP&A的这个director 然后呢 我就可以看到 谁登陆了这个系统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有两个用户 在这个系统中 那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个我们北部地区的销售经理 也在这个系统中 好吧 就是在栏下面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各个的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有工作表 等一下我会开这些工作表给大家看 然后呢 我们有一些假设 我们的driver 然后我们的报告 我们的仪表盘 然后刚刚有讲到announcement 然后这个是做我们的 这个合并报表的这个功能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模型搭建的功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系统导航的 这个页面 然后接下来第二点 就是回到刚刚的这个幻灯片 我要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在做预算编制的时候 怎么进行这个收入 以及费用相关的这个数据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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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的这个录入吧 然后呢 那同样的我们回到这个主页面 我们就从工作表开始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工作表这边 首先啊 我们的这个系统 是完全支持我们这个中文的 呃 大家可以看到菜单栏的语言都是中文 那为什么这些表格的名字是英文 是因为我们这个demo环境 我们是内容是用英文来做的 那在我们实际的试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内容 这些表格的内容 我们的会计科目的名称 全部按照中文来给大家定制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首先我想讲解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工作表的时候 我有一些报告 那才有报告下面我们的三大报表 OK 然后第二类 我这边有一个叫营收计划 对吧 然后我们的营收计划下面有我们的产品 那肯定吧 这个营收计划就是我刚刚前的 提到一个模型的概念 那我们每个公司的这个收入流 可能是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电商公司 我们可能就是卖货的 我们是卖产品的 那我们比如说是一家软件公司 我们就是卖service的 对吧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前面讲的 我们是完全可以根据我们公司 每个公司的需求 我们进行一个模型的设置 那今天这个展示呢 我们是以这个一个卖货的公司 卖产品的公司来做展示的 所以说大家看到 我在这个营收下面 我们肯定有这个产品收入的表格 那等一下我会打开这个表格给大家看 那在我们做预算编程的时候 除了营收这块 另外一块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的费用了 对吧 那费用的话 我们肯定就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有一些 我们的OPEX运营的收入 我们的CAPEX 那OPEX下面可能有很多细分的项目 比如说我有一些GNA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salary and payroll 我的这个就是员工薪水等等这些 那同样的这个费用相关的计划 我是完全可以跟照我们公司的这个需求 来进行这个实施的 那等一下呢 我会就用一个比较 简单的一个GNA 就是GNA的expense来做一个演示 那同样的 那同样呢 的话我还 想以一个这个人力资源 这个来做一个展示 所以说我在做这个表格搭建 我可以给它进行归类 OK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 那下面还有我的workforce 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的这个 一些运营的计划等等 就是它不光是财务了 就是那我们今天当然是专注于财务 但是想把这个概念介绍给大家 那OK 我们现在就开始打开 这个表格叫这个产品收入的表格 那我这边应该已经打开了 OK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在这个 这个产品收入的表格上面 那这个表格其实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是跟那个Excel 还是有一点相似的 OK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横 可以那个去制定 那现在在我这个给大家看的这下面 我们现在是在看这个FY 我们的这个202的财年 是1月到12月 OK 然后呢有几个东西 我想强调一下 一个是在右上角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下拉财单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强大的 OK 这是之前开的被踢出来了 重新登录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右上角就是我们非常强大的版本管理 因为我们在做预算编制的时候 肯定是需要很多的版本了 那这个的话 便捷的选择 我现在是在哪个版本下面 进行我的工作 那我现在选择一个是叫 OK 我们以这个就是Working Budget 台湾来做一个 作为我们的这个展示的版本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边 其实我可以自由的选择任何的版本 根据我公司的这个预算的 这个预算编制的一些策略 我可以有一些自上而下的版本 我可以有自下而上预算编制的版本 OK 我可以跑一些情景分析的版本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没有限制的 大家可以自定义 就是任何数量的版本 然后有一个这个actual 就是我们的实际数据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原始数据 从我们的ERP系统导入的信息 然后呢 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 之前有提到 我们需要用到历史数据跟预算数据 那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版本 确件的切换以及数据的管理 OK 那回到这 这样表格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我现在预算年是我的2022年 但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我2021年也有数据 它是以这个青色的形式展现出来 那青色的意思就是说 它告诉我们用户 这是我的历史数据 actual数据 这个数据是直接从我的ERP系统拉过来 而不是我在这边进行编制填入的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上方有很多的这个选项 对吧 那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层级的概念 因为我们在做预算编制的时候 我们是从成本中心 利润中心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我公司组织架构的一个搭建 OK 然后我现在比如我现在是在编制 我这个北部销售部门的预算 那我就选这个部门就好了 OK 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地方非常强大一功能就是我们支持啊 就是多维度的预算编制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表里 我们有一个维度信息叫做客户 然后有另外一个维度信息叫做产品 因为我之前讲了这是一个卖货的公司 OK 所以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知道更多的细节 更多的颗粒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非常轻而语的把这些维度加进来 比如说给这个客户我预算了我要预算卖多少多少的产品 什么产品 OK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我们可以给产品甚至去添加一些标签 比如在这个展示中我们可以把产品的大小 产品的颜色都可以加进来 当然这个就是可以高度自定义的 大家看有没有相关的需求 有需求我们都是可以做进来的 那这边的概念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多维度预算的一个概念 OK 然后以这个表格为例 那假如我是负责这个北部销售部门预算编制员 那我的任务其实非常简单 我只需要打开这张表格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科目是这个单元 对吧 单位 那我肯定要预测我接下来我2022年我要卖多少的产品 OK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行第二行是可以大家进行这个数据的录录的 OK 比如说 我现在就像做一个 比如说当然我这边已经填了一些数据 那非常简单 就跟大家在这个Excel的操作一样 我就可以把这个数据进行简单的更改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就变成蓝色了 然后呢 我可以就是做一些高级的操作 我不需要一个一个去打 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数据 OK 我可以向前复制 可以一直复制到结尾 比如这样 或者是大家可以看到所有都变成200 OK 或者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右键菜单栏 OK 就会有一些额外的选项提供到给我 然后我也可以进行一些 就是不单单 一个简单的一个那个copy 我可以进行一些逻辑上的计算 比如说 我想增加 我想增加 比如说一个 比如说5% OK 我每个月 我计划下个月要比上个月要多卖5%的货 OK 然后我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样5%就会应用到接下来的每个月了 这就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从用户的角度 它可以非常的进行 非常简单进行这种数据相关的操作了 然后白色的这个表格就是说 它是允许我们用户去输的 那大家肯定很好奇 有很多这种灰色的 然后右下角一个蓝色的三角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说 它是通过后层的逻辑来进行计算出来 而不是用户直接输进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以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价格产品的单价 来做决定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只要点在这个表上 这个公式就会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是这种情况 它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价格是用我们后台的一个assumption来决定的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一开始我给大家看到 我们这边有一些assumption 因为在我们的那个预算编制的过程中 我们assumption来驱动我们 就是从一些假设来决定我们最终的结果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 然后如果说大家比如说想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非常简单 一种方法是读这个公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公式呢 是一个非常就是语言性的表达 大家就可以很好的理解到 这个是从我们的这个assumption的那个表格来的 然后呢 我在assumption里面有一个就是单价 price per unit 就是我产品的单价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可以去右键 我可以去这个探索 就是往下去赚取这个表格 同样的他也会告诉我们这个公式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有一个弹出的窗口 那大家可以在右边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自下而上是怎样的一个逻辑 对吧 比如他运动到哪些维度 他属于哪个层级 他是哪个科目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的一个计算的公式 然后呢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贡献单元实际上是这个 small 就是这个产品的这个有一个产品的维度较小 然后他是这个贡献上来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他的size 有他size这个讯息 所以说 我就知道 那这个产品我卖的都是小号的产品 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是给大家 从最终的结果 大家可以向下赚取到数据的源头 OK 那同样的 比如说 discount price 是多少 我点的这个 大家就可以看到 同样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运算 他就是 是我们的这个 单价乘以1减去这个我们的折扣率 对吧 那就是我的这个 这个 折扣后的价格 所以说 从用的角度 在这个单元 我只需要 在我们现在这个面 我只需要预测 我接下来一年 我计划卖多少的 多少单元的这个货物 然后呢 我计划一下 我要不要给他一个折扣率 比如说 在我们有一些节价的时候 比如说 12月我们有圣诞节 我可能想有一个促销 我就可以把这个 0.5% 我会改成5%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就会有一个变化 然后我当然需要保存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单价也好 到最后的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净收入 对吧 然后到我这些销售相关的这个KPI 他都会有些 因为大家看到 我整个表格都是通过后台的运算来驱动的 所以说从用户的角度 当我把这个模型 这个叫产品收入预测模型搭建好之后 作为用户 我只需要预测 我要计划卖多少的单元 我给多少的折扣率 剩下的这些全部后台帮大家计算好 然后呢 会汇组到我们财务的P&L那边 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科目叫做Product Revenue 看到没有这边 然后呢 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就是从我们这张表格来的 这个数据怎么证明呢 比如说我在等下看P&L的时候 我可以同样的以一月为例 我在这边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赚取 OK 有点问题 等一下 曾经开一个P&L 可能是我 之前准备好了 然后他都过期了 我要重新 好吧 重新登录一下 好吧 OK 当我们打开一张表格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选择我们的层级 然后选择我们的版本 然后我还是回到刚刚那个就是北部销售部门这个层级 那同样的这边 我要把层级选好 OK 我们尝试做一个数据的赚取 我希望系统没有问题 好 好了 OK 一样道理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从我们这个 account叫product sales net revenue 对吧 来 我们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多一个 assumption 因为我们的产品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它不是乘以1而是乘以0.8 因为我们有一个更高级的逻辑是它的卖货是由我们的销售人员驱动的 如果我们的销售人员没有达到full capacity的话 它就是达不到我们的目标了 所以在这个场景下为什么它不是乘以1呢乘以0.8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这个demo的数据它就是认为我们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这个销售人员的capacity 这个这个所以说它就会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 当然我们不关心我们关心第一个数据我们看一下 我想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是怎么连接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其实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展示的一张产品销售的这个数据录录录的表格 对吧我就可以在这些点下我就可以回到那张表格 大家就看到我就回到那张表格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怎么数据是联动的从用户的角度到财务的角度 我只要在这边更改一个数据 它就会被实时的反馈到我的pnl的工作表的那个 颇大revenue的那个account下面 ok 然后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产品收入表格的一个简单展示 那接下来的话另外一个单元我想给大家展示 当然是费用这块 因为我们在做预算编制的时候我们的费用也是很关键的 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把费用的表格打开了 那同样的首先最绝的我版本要选好 部门要选好对吧 我们的成本中心 那同样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科目来做的 那同样的这个就是我编制我的这个费用的一个很常见的表格 我以这个office expense作为一个简单的展示了 因为这个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office expense上我们有这个培训相关的费用 对吧 我们有两个科目在培训费用上 那同样的白色的这个单元 就是我们是可以去输入的 那刚刚其实已经展现了一些 比如我在这边打一个数据 我可以运用一些逻辑把它copy到最后 那还反方向来 我现在知道演讲座 比如我直接去更改这个 现在是一万两千对吧 我可以把它比如改成两万五千 OK大家看到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一个窗口 问我要怎样分配这个两万五千 我可以使用完全平均OK 每个月除以十二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 我可以根据去年的历史的一些 就是它有一些seasonality的东西 季节性的东西在里面 我可以进行一个分配 当然我也可以根据一些加权法 四四五四五四等等 或者我也可以 用一些假设 来进行分析 那作为这个演示的话 咱们就做一个非常简单 我就把它平均分配 我就确定一下 OK OK这是一种方式 那当然大家 然后我第二个月花一千两百块 没问题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数据 我们这个用户界面 是支持很多数据输入的方式了 大家只要右键 看到这里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选择可以提供的 大家怎么去写一个公式 怎么去写一个付诸 怎么去 怎么去 怎么去那个 做一个拆分 对 比如说我们在做预算编程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GL里面 可能比如说培训 这个功能 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展示 我们培训上面 可能不需要 在ERP里面就只有一个 可能叫培训 但是实际我们做预算 我们可能想知道这个培训 到底是什么培训 对吧 那我可以右键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个叫 拆分这个选项 我可以做 比如说我现在叫 IT training OK 我们举个例子 然后我可以继续拆分 然后再来一个 比如说 产品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可以自由的新增一些细节 然后它最终还是会汇总到 我的这个ERP的 我GL的科目 就是说 你不需要更改你ERP GL那边设置 我可以在这个系统里 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领活 那比如说我的IT培训花了1000块 OK 我的产品培训我花了1500块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总培训数目就是2500块了 就是这样 OK 那同样的 这个科目就会连接到 我们等一下那个P&L里面 也有这个6300这个科目 它会全部汇总 然后呢 还有一点 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是支持这个叫AuditTrout这个功能 就是说 在Excel上 很大的一个痛点就是 谁改了数据 谁改了什么数据 历史过去 这是什么数据 新是什么数据 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那我们这个系统是提供AuditTrout这个功能 大家就可以知道谁改了 什么时候改的 那怎样来看到这个呢 我先保存一下我刚刚的一些更改 然后把这个数据保存下来 OK 那现在我如果点了这个 我点了这个 然后我还是那个要探索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检视 集合轨迹 也就是AuditTrout了 英文叫AuditTrout 对吧 我可以点一下它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今天下午的两点五十八分 这个是我 过去这边是一个空的 是没有数据的 我刚刚填了一千 对不对 所以说 任何人改的时候 什么时候改的 它的就职是什么 心职是什么 大家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AuditTrout 可以给它下载下来 OK 然后当然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当然是可以跟这个表格加一些批注的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把我的鼠标放在这里 大家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你 可能想给这个数字提供一个原因 OK 我为什么这边要 这个维护费用要放五千块 那这个就是我可以填一些批注在这边 然后那批注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下面看到是谁写的 是什么时候写的 都可以看到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费用表格上 其实有税务呀 office expense呀等等 那我就不易展示了 然后的话 同样的道理 我这张表格的数据是 无缝链接到我的P&L OK 我现在把P&L打开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 还是回到一样的级别 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 北部销售部门 大家记得我刚刚在这个产品书呢 我做了一个 从最终的总结 向这个数据源头的一个赚取 对吧 我刚刚赚取的是这个4110 那现在同样的 我可以赚取这个6这个科目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在那边加的这个科目 在这边已经出来了 对吧 我可以做一个赚取 比如说我就赚取这个 OK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就是 我刚刚刚加的这两个科目 这两个细分项 IT training和普达training 然后呢 它是出现在 我的这个叫 费用的制药的这个科目下面 所以说 大家看到这个数据 都是实时联动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就是关于我们所有的 这个从用户的角度 怎么去输入 营收相关的这个费用 营收方法 相关的数据 费用相关的数据 然后他们是怎么跟我们的 这个最终的这个财务报表 进行这个实时联动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财务概念 看BSNCF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然后PL 大家已经看过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做一个 简单的情景分析 好吧 然后因为情景分析的话 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场景中 非常在我们做预算变数 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应用 怎么做情景分析呢 那首先 大家还记得吗 我给大家有讲这个版本的概念 那在右上角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版本 OK 我们在做预算的时候 经常遇到的情况 就是我有一个基础的版本 那我现在 想在技术的版本下面 去考一些simulation 最好的情况 最坏的情况等等 对吧 然后我想比较一下 最好的情况是什么结果 最坏的情况 是什么结果 那我现在就 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那首先呢 第一步要分析的版本 那怎么进行这个工作呢 我们这边有版本管理 我们的系统是 支持一键生成复制 就是你的基础版本 OK 那在这个情况 然后 接下来会 创建一个情景版本 然后呢 我会在这个情景版本 下面进行一些调整 那怎样来做一个新的版本 非常简单 这个是 大家看到这个是粗体字 就是我们的默认版本 然后呢 我这边有建立新的计划版本 What is Taiwan OK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 这个时间轴的设置 我就不要动它了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是完全复制 复制这个Working Body 台湾 复制所有的资料 那只要点一键保存就好了 OK 然后在这边生成版本 大概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就可以生成给大家看一个报告 我这边有做好一个现成的报告 叫What if的一个比较 OK 我现在会把这个报告打开 然后呢 我会让大家感受到这个 就是这个情景分析 之后的这个结果的变化 首先呢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版本 OK 大家看到这个叫 What if台湾这个版本 已经创立好了 好吧 然后的话 我可能需要刷新一下 OK 我重新开一下吧 因为我刚刚创建好这个版本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有版本 OK 我选 我先把这两个版本拉出来 一个是我的默认的版本 我的基础版本 叫Working Body 台湾 我的二号版本 是我刚刚创立的 这个叫 What if台湾的版本 好吧 然后呢 我跑下这个报告 我们 我们 我们可以在 整个集团公司 跑 当然我们可以在 CLSNOS 我们就在CLSNOS 好吧 好吧 我们回到这个 北部销售这个部门 然后我跑下这个报告 OK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两个版本 是完全一样的 对吧 没有任何的差异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是一个简单的 copy paste 我没有做任何的 那接下来 我要进行一个情景 我从仪表盘这边来进行 大家也可以看到仪表盘 仪表盘长什么样 OK 我这边有一个company summary的仪表盘 大家看到我这边有一个叫 目标跟实际对比的一个仪表盘 对吧 目标跟计划 对比的一个表盘 OK 首先呢 我要来到 我刚刚创立的这个叫 What if 台湾版本 下面 What if 台湾版本下面 我所有的数据调整 都会在这个 新创立的这个 这个版本下面进行 OK 现在有一个 很 很好的 很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是我的营收的 这个 自上而下的一个目标 跟我一个自下而上的 一个计划的一个 一个对比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 红色的这条线 就是我的一个上层 管理层 给我设施的目标 然后呢 这个青色的是我的实际 我自下而上 我销售部门能达到的 根据现有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1月份 2月份 3月份 好像这个差距有点大 对吧 好像从4月份开始 这个差距 就是我这个目标的差距 跟我这个 这个计划的差距 越来越小 没有问题 但是1月2月3月份 好像有点差距 我现在想做一个事情 从财务分析员的角度来 我需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我需要采取什么行动 能把这个差距 给它减小呢 OK 大家知道 因为然后我的产品 是需要我的销售人员 来推动的 我得保证 我有足够的销售人员 才能卖到足够多的产品 对不对 所以说那我自然而然 能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 要不要考虑我们 多雇佣一些新的销售人员 或者说我们让现有的销售人员 有什么办法 能让他们卖更多的东西 对吧 那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下面有一个 就是我的这个 人力计划的一个表格 我刚刚讲到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 就是我的产品的收入 是通过我销售人员驱动的 所以说我得保证 我有足够的销售人员 我能达到我目标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的计划 这个是我现在计划 大家看到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说 我其实是有 计划去雇佣新的销售人员 大家看到 我这边有New Hire 123 对吧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New Hire 他们的开始日期 其实他们都不是从1月份 从开始 大家看到没有 比如说我拿这个 我计划固定的这个 三号员工来说 你看他的开始日期 是4月30号 对吧 那我现在 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 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试着 是跑一个 跑一个场景 我假设 如果我不让 我跟他讲 我说你能不能 1月份就来开始 跟我们工作 我们看一下这样 这样的一个 动作会产生 一个怎样的结果 OK 那从计划 从财务分析 计划人员的角度 非常简单 OK 我们做一个尝试 我们把这个 4月的开始日期 我们给他提前到 1月1号 我们试一下 他我们本来计划 是4月30号 我们给他提到 1月1号 我们看一下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好吧 我们以这个新雇用3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这个表格 就会实时的刷新 看到没有 下面这边已经保存好了 你看 刚刚 SN3 现在提前到1月1号开工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1月的这个距离 是不是减小了很多 那就说明 我这个方向是对的 对吧 我还要考虑 我要不要跟前人讲 让他们早点开工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仪表盘 跟我们的表格 我们的预算表格 是实时联动的 这是系统非常强大的 另一个功能 这个希望大家 能有这个印象 那再回到 我刚刚的报告 报告 我已经准备好的报告 OK 报告上的数据 跟我的数据 我的数据输入 那个表格 也是实时联动的 我现在非常简单 只需要重新刷新一下 这个报告 大家就可以看到区别 大家看到没有 之前是两个完全 现在看到 我的Ravenio更高了 当然是正确的 因为我让这个人 更早开始了 对吧 所以我就 他肯定会卖更多的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版本 我这个版本 比原先的 我这个基础版本 是不是我的收入更高了 对吧 然后呢 他的这个百分比是多少 他有什么 怎样的对我公司 影响 那这是一方面 那在另一方面 因为我是不是要 让这个员工早点开始 那我得付他薪水 对不对 那从我的费用的角度 大家看一下 我们费用的科目 大家看一下 Expense的科目 看一下Payroll 看到没有 他也增加了 对不对 因为我要早点付他薪水 那从财务角度 好 我现在知道 跟这个员工讲 他早点开始 会来公司 带来更多的销售收入 在另一方面 我会提前支付他公司 那我想看一下 从最终的结果 从这个我们的这个 Net Income 它是一个正的 还是一个负的 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我会付他更多公司 但是他带来的销售收入 是更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Net Income 是一个正向的结果 所以没有问题 我的策略就是对的 我现在就可以跟管理程序讲 我们要不要跟这些人讲一下 让他们早点开始 这就是我在做FPNA 非常常见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要跑一些 情景分析 来帮我们公司提供一些指引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觉得我可能还有再多五分钟 我就那个 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就是 其实在做这个情景分析的时候 我已经给大家看到 报告长什么样子了 OK 我们的报告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仪表盘 是这样子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有一些总结 比如说我们的KPI在这里 对吧 我们的KPI在这里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高度自定义的 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格 比如说一些 桥形图呀 柱形图呀 这种Doughnut呀 Pie呀 Bar呀 这些都可以 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表格 就是已经可以定义好了 我想强调一下Waterfall 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说 不像一些其他的这个供应商 他们的表格 他们的这个叫什么 报告 还有我们的这个仪表盘 是非常难管理 我们的这个系统是 完全支持脱拽 来生成这样的表格跟仪表 这样的报告跟仪表盘 那跟大家快速地讲一下 我可能没有时间去演示 但是我跟大家快速地讲一下 就生成这样的 刚刚我这个 What if的这个表格 非常的简单 大家 只需要进入这个编辑模式 可编辑模式 那同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就是我的这些 现成的这个一些单元元素 对吧 通过拖拉 我们现在是IncomeState 我们是Revenue 那比如说 我想加一些新的 那个账户进来 科目进来 对吧 我就可以选到它 我就可以比如SI 我就可以进行这样 简单的拖拽 看到没有 就是这样 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把它拉进来 然后我只要 重新跑下这个报告 就生成 因为这个报告 是非常自定 我们在做这样 不需要任何的 这个 大家不需要任何的 编程的技能 就是不像有些 大家需要写一些 非常复杂的 这个 这个 这个Script 来生成这样 我们这个是完全 非常的 这个用户友好 我们财务人员 我们的业务人员 可以非常简单的 生成这样的报告 就是它是高度 自定人不需要 这个收入 我们只想看Expense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掉 我们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有 三个版本 对吧 有一个actual版本 有一个两个预算本 我们可以加工的版本 我们现在看的是 2022年 我们可以看2023年 我们可以看2021年 我们现在 在上面这些 下达菜单里 我们有 有 有这个层级 有时间 我们比如说有货币 我们有 当地的货币 我们有美金等等 我们都可以把它加进来 那同样的 我们的 dashboard 也是大家如果进入 是非常简单 大家通过简单的 一个拖拽 OK 就可以比如说 我想拿一个圆柄图进来 我就可以拉进来 然后呢 我这边加入我的科目 比如说我新增 一个科目啊 我新增一个科目 比如说 比如例子啊 我们比如revenue 然后我可以那个跟他按照那个 我的维度 比如说维度 我可以取一个产品啊 对吧 那我试一下 我不确定这边 有没有数据啊 如果有数据 它就会展现出来 OK OK 我的破大下面没有分 没有细分类 但是就是这个概念 如果我这边只要有数据 我下面有些细分类 等一下 我试一下换一个 我这边应该是有一些 有数据的 啊 科目 我大 对 我们用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出来了 对吧 就是这样 简单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它也是实时的啊 它是real time 它不是静态的 我点在上面 它都会给我一些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用了几秒钟 对吧 一个图形就做好了 然后呢 我们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保存 对吧 我们保存 然后呢 还有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是我们 我们的数据是 刚刚有讲到 我们是real time 我们可以支持 在仪表盘上也好 再报告 我们可以向下进行赚取 比如我点到它 我这个net product 同样的 我可以按照product去赚取 大家可以看到 我赚取 我可以继续赚取 我可以按照 比如说我的位置去赚取 全部是美国的 OK 然后我可以还按照比如说customer去赚取 可以看到 对吧 就是我可以从这样一个数字 我可以向下赚取 只要它有数据 有信息 它都可以被展示出来 就是想给大家强调 就是我们的这个报告 跟我们的仪表盘 dashboard 全部是实时联动的 OK 然后 那最后的话 最后的五分钟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的这个agenda里面 还有一项 就是我们的这个 整个workflow的流程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 在做集团编制的时候 也是蛮重要的一功能 OK 我们前面讲了数据的 这个输入 对吧 然后我们的就是input 我们的输入端是什么样 然后我们的output是什么样 output就是我们的报告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dashboard 对吧 那从整个流程上来说 大家可能还关心 就是我们怎么进行 这个预算编制的 这个流程的管理 那这个的话 我们系统中有这个功能 叫工作流程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进到工作流程 还有这个叫处理程序 走入栏 是通过这两个功能来实现 那首先呢 如果是作为我们公司的 这个 高级财务管理人 那我肯定想 知道我整个预算的流程里 有多少的任务 我的任务是怎么分配 到我们下面每一个需要去填 那张表格的这个具体的人 对吧 然后我想知道 他们有没有按时完成 他们的任务 每个任务的状态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高级财务管理人员 我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流程的状态 比如说我每一个状态 它有一个 他有一个deadline 有一个截止日期 然后呢 我展开我会看到 我这个任务已经分配给下面 哪些人需要完成 谁已经完成了 谁还没有完成等等 OK 然后呢 他的这个比例 完成的比例等等 大家这个就是 我从管理员的角度 一目了然 我会看到 那当然 管理员需要负责创建整个流程 创建流程里的任务 然后负责任务的分配等等 那从用户的角度是怎样呢 用户角度就是另外一个事业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用户角度是怎么样的事业 那从用户角度 它也是非常的 OK 我又被踢出来了 我需要重新登录一下 那同样的 我是以北部销售经理的这个身份 来登录这个系统 大家看到 我现在有一个 我现在是在一个流程 叫做销售计划 OK 我现在区域的销售经理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八位 他们八位 那原则上来说 他们八位都必须完成 我给他们分配的一个任务 我作为管理员 我才能看到这个任务是结束的 那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 北部销售经理 他都是没有完成的 他一个任务都没有完成 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这些任务 如果你展开 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任务 北部销售经理都没有完成 然后呢 OK 我现在要进到 北部销售经理的界面 大家看一下 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首先 从一个运户的角度 同样的道理 我看到 我是北部销售经理 OK 这个是我 然后的话 我想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菜单栏的东西 是不是少了很多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系统有非常强大的 权限管理 我们要保证 这个员工 他只能看到 他该看的信息 那之前 那之前我是在 这里是一个管理员 所以说我看到很多东西 那我现在只是一个单纯的用户的角度 那我看到很少的信息 这个是OK的 没有问题 因为我给他的权限就这样 OK 我们言归正传 回到这个程序这块 大家可以看到 我作为用户 我就一目了然 我知道哪些任务流程 已经被下派给我了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我有一个任务需要做 是这个004销售计划 OK 也就是我刚给大家在这边看到的 004销售计划 没有其他的任务下派过 只有这个任务下派过 所以说我回到这个界面 我只需要点这里 OK 他就会带我到一个非常 一目了然的非常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很清晰明了的一个to do list 我需要做什么 OK 不像之前 如果大家是通过邮件的形式交流 或者通过发送这个Excel表格 那如果这个人 他有七八个任务要完成的话 那他可能就会 很容易就会乱掉 或者他很容易错过有些信息 对吧 那这里这样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我从用户 我就可以看到 非常一目了然的to do list 我需要做什么 然后按照步骤 一条一条一条 OK 从我来说 我作为北部销经理 我为了 我要需要完成这个 Sales Plan 004 我需要做这 12345678条任务 OK 每条任务有我的 不管给我分配的一些解释 OK 这个我需要干什么 这个大家当然是可以自己写的 我这边当然是可以写些 附助 对吧 那我现在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和大家看 左边是我的这个 一个指引 我要做什么 右边就是我下面的表格 那当然 我第一步是要调整 我的这个销售人员的 这个计划的一个表格 对吧 那跟刚刚在那个 主菜单一样 我们这边就可以 比如说 我可以去改他的 开始的日期 对吧 我可以去比如说 加一个新的head count 我加一个新的人头进来 我在这边 只要完成 现在的工作就可以了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做 重复性的工作了 好吧 我们就假设 OK 我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 我需要做什么 我需要这边打勾 打勾之后 我就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是 我需要看一个报告 OK 我需要看一个报告 OK 大家看到第一步已经完成 我进到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报告 那同样的道理 假设我把报告已经看完了 我就打勾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一一给大家看 那大概这个概念就是这样 那大家就一步一步完成 按照我这边的指引 好吧 一步就完成 然后我就下一步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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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到现在到最后 大家看到最后 就是我一个提交流程 对吧 那假设我作为北部的 这个销售经理 我已经把我需要负责的东西 已经填完了 我的预算的输入 数据输入也好 我的这个报告也好 我的分析 Dashboard也好 我全部做完了 我肯定要去提交嘛 让我的这个上一级去审批 对吧 那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帮大家来完成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状态是在进行中 OK 我可以这边写一个批课 我可以告诉他 Hi boss 老板好 My job 我告诉他老板 我工作完成了 请审批 OK 我可以保存这个步骤 然后 OK 我现在提交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状态 从进行中变成了已提交 好吧 那在这个节点 从用户的角度来说 我现在没有事情了 我现在要等着 我的上层够的反馈 所以说我现在没有事情了 那我们现在回到管理员的视野 首先管理员 我可以刷新一下这一遍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有什么区别 那首先 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大家可以看到 Sales North 是未完成 在未完成下面 那你看现在 他从未完成 首先他从未完成变到了完成 那为什么这个任务还在管理员权是未完成 是因为我需要 我刚刚就讲到 我需要所有的八个人都完成才算完成 那但是至少我可以看到 某一个人他是不是已完成的 之前他未完成 现在是完成的 那同样道理 这个之前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的话任务之前是有七个人完成的 只是我的北部销售没有完成 那我现在因为北部销售完成 我八个人都完成了 所以从我管理员的角度看 他就是会被放到已完成的下面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我刚刚有提到 我的北部销售已经提交了他的计划 对吧 那我作为管理员 我可能需要去审批了 那我怎么知道 这个他有提交上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里面有个工作流程 先给大家看到 工作流程我打开 OK工作流程 我在这边就会找到 这个北部销售这个成本中心啊 选对版本啊 选对 我一定是在这个版本下面 OK大家看到没有 他这个状态是跟我们这边的状态是 实时联动 之前是在进行中 现在变成了已提交 大家看到 你像其他的部门还在进行中的 他就是一个蓝色的三个点 那一提交就会变成一个橙色的 一个向上的箭头 那如果我点在这里 OK 大家就可以看到 看到没有 我这边的批注也是实时的 因为我在这边写的 就是这样的批注 大家看到没有 然后 这边我就可以收拾 实时的批注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有两个选项给我 要么是核准他 要么是拒绝他 对吧 那当然前提是我会进到 各个的表格 他之前做的东西都 那个检查过了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重复相同的动作了 我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概念 那假如说我现在OK 我觉得他的提交的这个 任务刚刚在那个12345678的那些那个类似 那个图类似的那些东西都没有问题的 我当然我这边就可以给他告诉他 我保存这个批注 然后呢 我们核准他 那如果不核准 当然是拒绝他 大家看到这个状态又变成 变成已核准 对吧 那同样的 如果我回到这个 我的这个用户的角度 我进行一个刷新 我们看一下这边状态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也是实时的 对吧 以核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老板过的批注 我收到了 然后呢 如果我回到这里 大家再看 我如果 刷新一下这里 哦 对 这个 记得打勾 只要你完成了一个任务 就要打勾 然后呢 我回到这里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那个004已经消失了 OK 万事大吉 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 我把我的 所有的东西提交上去 我的老板已经批准了 所以我现在万事大吉 我再不需要做什么东西了 那这就是一个怎么讲 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回到中览里 大家可以看到 从我个人角度 所有的东西 因为之前有一些在这里 那他现在看 从我个人的角度啊 这是我个人的角度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已完成了 OK 然后呢 我登录之后 这边没有任何的带处理项了 之前大家有看到 这名字 现在就没有了 OK 我的工作完成了 然后呢 那这就是通过这个展示 给大家看到 我们是这套系统 是怎么帮助大家 来实现一个集团公司 一个协同合作 就是大家一起做预算 而不是像过去发电邮啊 然后在Excel里传来传去 通过电邮的形式传来传去 因为那个东西 是没有办法去追踪 没有办法去看它的状态 没有办法确保 谁没有忘记什么 谁没有犯什么错误 那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到 整个东西都是可追踪的 那这样的话 今天的这个产品的展示 就到此结束 就是总结一下 今天给大家有看到 系统导航 给大家给大家看到 怎么进行这个收入 与费用的这个 一个数据的输入 预算数据的输入 然后呢 它这个从这个预算 输入表格 跟我们的这个财务报表 主要是P&L 它是怎么联动的 我从P&L 怎么可以去下转 Drillback 回我的数据输入的表格 给大家有跑一个 简单的情景分析 怎么去关掉那个Sales 我的这个Target 跟我的Plant之间的一个Gap OK 给大家有简单的看到 预表盘报告长什么样 怎么去 然后数据 在预表盘报告 也是实时连动 怎么 大家只需要花几秒钟 就可以生成 快速的生成自己的 自己需要的 这个报告 预表盘 那最后呢 给大家看到 我们的系统是怎么可以帮助到 大家进行一个全局的一个协同合作的一个预算的一个流程的编制 这样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个研讨会的内容 谢谢大家 Denis Back to you OK 好 谢谢各位 那做个总结吧 其实今天的时间有点超时 那 在聊天室里面也没有看到其他的问题 那 我之后再一一的跟 就是有报名的 来参加的这个贵宾 我再跟你们拨个电话 那以上的话 就希望今天大家有点收获 谢谢各位 好 那我们这边就下线了 谢谢各位 对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